然后把测试样品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以后我们把盖子盖下去 这边操作的话 我们其他的信息都不用去管 然后这边呢有供应商信息 我们只是需要把我们所需要的自己 需要的一个信息填填进去就好 在新号的料号跟这个供应商 这两个是必填的 拆分号是自动生成的 这个不用管 其他都是选填项 那我们就随便输一个料号 123 然后这边呢有写是 然后工作曲线 那如果说